第2場比賽是要開始喔 第1場比賽是由TEAM AGREE 取得獲勝 取得1比0的領先 可以看到第2場 開場紅隊RANGER要直衝對方的加點 但是這個盜賊有點有意識到他們可能會在這邊做個防守 看RANGER是要選擇撤斷還是硬衝 他選擇硬衝喔 那我們看一下RANGER 這邊他要EV3在這點 等於他可以把人拖住在這點 然後中場的會戰可能就可以取得勝利 不過前提是他在這邊不能死太快 這個EV3是沒有辦法 對阿這個 對阿他們剛剛看到兩個在通常攔截他 他其實就應該選擇後撤了 這真的是有點不治的選擇 因為他只能拖下這個點 我不是說不治阿 應該是讓他很勇敢 對勇敢 他拖了這個點大概拖了3秒吧 對那個 如果是我的話我一定先跑 我沒有他那麼勇敢 那這邊可以看到那個 這工程是倒地了喔 然後這邊是直接集殺 然後可以看到他是準備來終點參與會戰 我們來看一下終點的情況 這邊可以看到藍隊的守護血量非常少喔 身上疊了很多condition 這邊是倒地喔 不過可以看到對方的幻術也是倒地 這邊用Vilution of Love就一起來 在兩隊的方向下 攻城是使命在點上砸手榴彈喔 對 對 你看 可以看到藍隊的condition非常多 這邊狀態不是很好 血量都很少 那看來 藍隊中間會 輸掉 然後這邊是輸掉 然後 可以看到紅隊是選擇要壓制對方加點喔 這邊是派了兩個人直衝對方架 可是他們這邊應該是壓不了 他們是幻術殺掉以後應該要想辦法後撤 因為藍隊的人要復活 那因為這邊藍隊剛剛是派一個人去把麥開擺 所以就變成說紅隊必須有人去回去把麥採回來 不能全部人壓過去 所以我覺得紅隊剛剛那個情況應該可以選擇吃BOSS啊 對他們變成分散兩個兩個走 結果都沒有達到什麼功效 這邊來看一下兩邊是準備往哪邊移動 可以看到藍隊他們似乎是想要前往麥做壓制 打算打兩個邊點 結果紅隊好像沒注意到他們的動向 他們現在是三個人在終點 然後只有一個人守家 這邊即將被三個人 但是這邊有個POTO啊 對這邊有個紅隊POTO 紅隊馬上POTO回來防守這個點 就反而變成一個四打三的一個狀況 可以看到工程血量非常少 工程血量非常少 而且他那個XI已經交過了 那他這邊 被一個Revolution of life救了起來 那這邊盜賊也是照擊火的 他用一個Shadow Refuge 暫時 隱形然後脫離想要辦法脫離這個戰鬥 這個 那守護在點上也是只剩下半血 盜賊一樣齁 他的血量還是沒有回回來 然後在點上放一個攻勢齁 上一個毒 可以看到紅隊血量都很危險喔 這邊 盜賊也是 要被救了起來 但是為了救他其實也付蠻大的代價 你看到那個藍隊這邊也是 打蠻多血量的 其實他剛才用短攻輸出的時候 為什麼不雜惡 他主動只是滿的 但是紅隊這邊 是工程先被擦死 然後 這個 藍隊這邊就直接Revolution 直接復活了 那看來紅隊這個地方 好像會造一個團滅 現在目前已經 減員4人齁 這個 這邊藍隊是 應該可以順利拿下兩個邊點齁 他們 是選擇吃BOSS 他們現在 三名 欸欸欸欸欸 沒有 現在他們是兩個人在吃BOSS 其他人是 準備觀察對手動向 可以看到 紅隊的是復活了 他們準備要來衝一個HANG 可以看到現在藍隊HANG 是只有一個人 然後紅隊是三名 直接衝過來 這個 這個 元素被激活的非常厲害喔 他這個時候應該是撐不住啦 然後直接 他用一個迷霧 暫時拖延一點時間 然後藍隊這時候隊友剛好 趕到 然後一個 守護那個 TRACE 觸發那個被動喔 把他彈走 然後 也把他救了起來 這邊工程師倒地了喔 他一個貪汙 救還是救不起來喔 這個還是救不起來 對對對 那變成說這個紅隊為了救他的 狀態非常差喔 你看兩名 都是血量非常低 然後幻術也是 已經倒地了 然後用一個 倒地狀態的2 然後稍微拖延一點時間 但是應該還是 難逃一死啊 這邊藍隊是順利的手下兩個邊點 然後可以看到有人現在偷踩終點 這邊終點是被開白了 是一個被刪點的節奏 但是紅隊這邊用兩個人去壓了這個 這個點喔 那這個 工程師已經倒地了 但是他一個 XR把自己救了起來 那看他可以用 可不可以 用炸彈包在場上 盡量撐了 拖延對方的時間喔 不然還是 還是倒地了 隊友是不打算來支援的 是直接到終點 改打終點 所以終點是順利拿下來喔 然後看一下雙方是打碳 他們往哪邊進行會戰 可以看到幻術士來到Henge 這個元素喔 他們那個 鬼爆的這個元素 他帶的補血是這個 銀唱的啊 這個補血其實 他C很短 而且都可以 每一跳都可以清一個condition 但是他確定就是會被中斷啊 那所以你要 只要留招去斷這個補血的話 他就會非常難受 是不是看起來藍隊是可以 順利的手術這個點喔 對啦 他這個元素用一個 切個水 然後用一個水扇 將自己血量稍微抬了起來 然後這個 幻術士在外面被 進入一個倒地狀態喔 那這個 Ranger血量也很低喔 然後被一個 這邊 進入一個倒地狀態 然後 元素要將要把他擊殺掉 紅隊的血量 這補血量 所以這補血量 還要賣 就賣現在是一個 1-2喔 可以看到工程的血量 非常的少 這邊馬上就要 被擊殺了 而且他那個 EXR還沒CD好 對他這個 對他 進入倒地狀態 這邊倒的 也是放一個 shadow refuge 可是 沒有辦法 因為那個工程一直在 shadow refuge裡面 在他死掉的位置砸手的彈 所以還是沒辦法成功的救起來 但是藍隊這邊也很快的支援到這個點 所以算是讓他們減圓 反而是紅隊的血量都不是很好的 並且一個在倒地 對對對 然後這時候已經有一個被擊殺 然後元素也是倒地了 並且迷霧交過 他看來這邊應該是會被插掉 然後幻術血量也很低 這邊也是倒地了 那變成 藍隊可以成功的守住這個點 但是Henge是一個開白的狀態 Henge這邊又在一打一喔 可以看到那工程他是一隻 一直衝擊這個點 呃這工程是因為他剛剛復活 他一開始一直 他原本是一直充賣 這邊原本是藍隊的元素在守 因為他這邊剛才死掉 那藍隊的元素就跑過去賣點 然後他復活剛剛補這個點 但是沒有一直衝擊這個 這邊工程是倒地了 不過可以看到藍隊的資源是到了喔 對所以他這邊工程應該是會被救起來 沒錯被救起來了 這個Revolution of life 救了起來然後 可以看到現在人數應該是藍隊居多喔 紅隊可能會遭到團滅 那紅隊這邊工程在這邊倒地喔 他是放了一個儀式 啊成功把自己救起來喔 剛才那個對倒地的輸出好像不太夠力啊 然後可以看到兩邊狀態都不是挺好 那個紅隊血量都非常低 這邊工程進入一個倒地 所以Ranger也是倒地 Ranger已經被擊殺掉了 那這邊兩個屍體在對A喔 那這邊兩個屍體在對A喔 這個工程 喔藍隊的工程先被插死 那可以看到這個紅隊工程一直在點上放手油彈喔 並且有個手槍 副手手槍火勢 這邊兩邊分數非常 那個藍隊分數快要來到500分喔 這時候其實可以去直接把Boss吃掉就可以取得獲勝了 不過可以看到兩邊現在是都沒有打Boss的打算 因為這邊紅隊被團滅了啦 這邊 對 藍隊應該是可以拿下第二場 所以這個是1比1 這一組的戰鬥都是 戰成1比1平手 然後兩隊都是獲得了一點的積分